大家好 我是南巴 白细胞低的原因是什么 白细胞低是指血液中的白细胞数量低于正常范围 一般来说成人的白细胞正常参考值约为4000-10000UL 如果低于4000UL就称为白细胞减少症 白细胞低的原因有很多可能与身体健康、药物感染、营养等因素有关 常见的导致白细胞低的原因有以下几种 一 病毒感染 一些病毒比如流感病毒、麻针病毒、风针病毒、艾滋病毒等等 可以直接或间接的破坏白细胞导致白细胞减少 二 药物 一些药物比如抗生素、抗癫痫药、抗甲状腺药、化疗药等等 可以抑制骨髓造血功能导致白细胞减少 三 骨髓问题 一些影响骨髓造血功能的疾病 比如再生障碍性贫血、骨髓增生异常综合症、白血病等等 都可以导致白细胞减少 四 脾脏问题 一些导致脾脏肿大的疾病 比如肝硬化、淋巴瘤、结底组织疾病等等 可以导致白细胞在脾脏内过度滞留或被破坏导致白细胞减少 五 自身免疫问题 一些自身免疫性疾病 比如系统性红白狼疮、内风湿性关节炎等等 可以导致身体产生抗白细胞的抗体 导致白细胞被清除或损伤 导致白细胞减少 六 营养问题 一些营养缺乏或摄入不足的情况 比如缺乏液酸、维生素B12、铜等 可以影响骨髓造血功能 导致白细胞减少 白细胞D的危害主要是降低了人体的免疫力和抵抗力 使人体更容易感染各种细菌、真菌、寄生虫等微生物 并且感染后更难治愈 因此 如果发现自己的白细胞低于正常范围 应该及时去医院检查原因 并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相应的治疗 治疗的方法可能包括停用或更换可能引起白细胞D的药物 还有就是治疗原发病 如感染、骨髓病、脾脏病、自身免疫病 以消除白细胞D的根本原因 注意营养和生活方式的改善 多吃一些富含优质蛋白质、维生素、微量元素等食物 比如肉类、蛋类、奶类、豆类、坚果类、水果蔬菜类等等 避免高盐、高油、高糖等不健康的食物 多喝水、多休息、适当运动、保持良好的心态 增强身体的抵抗力和免疫力 好的 以上就是今天的所有内容 我是nama 咱们下期再见